第40題下列關於摩擦力的敘述何者錯誤 我們上次跟各位強調過 最大近摩擦力的大小會跟正向力成正比 所以會跟正向力有關 所以選項B 他說最大近摩擦力跟兩處面接觸面的正向力有關是對的 同時我們也跟各位說 最大近摩擦力跟接觸面性有關 也就是跟他的光滑程度有關 所以選項C說摩擦力跟光滑程度有關也是對的 所以同理會跟潤濕程度有關也是對的 因為潤濕程度也會影響到所謂的接觸面性質 而一般而言會比較有水在中間的比較潤滑的 就相當於他比較光滑 我們再跟各位強調說 最大近摩擦力跟正向力有關 跟接觸面性質有關的時候 也跟各位特別強調 跟接觸面積大小是無關的 所以A選項說 會跟接觸面積大小有關是錯的 所以第四次題問我們說 下列關於摩擦力的敘述何則錯誤 我們答案選擇是A 最大近摩擦力 與兩物體間之接觸面積大小有關是錯的 最大近摩擦力與接觸面積大小無關